我叫Casper 中文名字叫希克 我来自瑞士 我是在中国已经12年了 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99年 当时我是高中刚毕业 在北京当时在北京大概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基本的口语已经掌握好了 然后回到了瑞士 然后当时就选择把中文当作我自己的专业 然后选择了中国文学 然后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作品 很有意思 然后17年是加入了BP 现在的这个位置 然后从香港搬回上海 然后从17年到现在一直在上海 在上海我负责我们公司 在国内的这个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业务 在08年的时候中国是这个减排项目最大的一个出口方 就那个时候是西方国家 欧洲和日本他们是来中国购买这个碳排放 到后来最近几年从14年以后 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内的市场 中国是为了自己而减排 然后中国自己建立了这些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 就包括上海在内 包括上海是集中一个试点 那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优势 一个发展的优势的话 中国就是现在非常的主动去往一个低碳的这个方向去转变 那中国就是也随着这个意识的增长 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 现在的角色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一个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领导者 像这个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这个习主席 他提出的这个60年的碳中和 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这么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就是在国际这个国际社会里面的影响力很大 它是导致了日本和韩国 也是分别都提出了同样的目标 对这个就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在很多很多方面都都能看得到 这个现在低碳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也会减少这个 就是垃圾处理的这个能耗和成本 或者说我们去去买咖啡的时候 现在就是一般是是会提倡用这个 不用一次性的这个植杯了 也是都是从这个环境的考虑出发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现在的这个小的动作会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低碳生活了 一分上还行不 好了 欢迎订阅 别让我来越到 ب了 我来越来越来越下越 越来越多了